通常来讲呢 美元降息之后啊 是会促进很多国外的这个买家呢 来购买美国国债的 但邪门的事情来了 中日英排名世界前三的 三大最大的美债债主啊 反而光光光光把这个美债给抛了 今天我们继续呢 用来听到大白话呢 把这里面的门道给大家讲清楚 首先呢 你这里要明白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 美债呢 全名叫美国国债 它不是说美国什么中央银行 不是什么美联储发行的这个债券啊 是美国财政部发的 你基本上就是财政部呢 它就给你印发一张一张这个票据 像是借条嘛 问美国老百姓 以及全世界人民呢 来借钱 是吧 你把这个钱呢 就是给我们美国财政部用 我们财政部的话呢 就把这个票据 把这个借条呢 就给你 到期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本金还给你 而且的话呢 每六个月哦 我这边财政部这边哦 都会给你美债的这个债主呢 发一次利息 早些年啊 全球的这个美债总额呢 一直是我们印象当中 是维持在三十四亿 三十四万亿美元左右 大概就这么个数字 但是这几年的话 美国财政部缺钱嘛 说已经突破到了 美债已经突破到了 三十五万亿了 现在正在奔着三十六万亿走了 当然美国人自己买的这个债呢 它是占大头的 海外国家的这个买的这个美债的话呢 也就八万多亿 那么八万多亿 多亿实际上也是很庞大的这个数字了 日本一直是老大 他手里面握有呢 有这个一万多亿的这个美债 一万一千多亿的美债 当然这还是美 就日本啊 这几年大量抛售的这个结果 之前更高 中国以前持有的这个美债 也是超过一万亿的 但是2022年开始呢 也在不断的这个抛售 抛到现在的话呢 也就只剩下了7700来亿了 英国排第三 刚刚也就七千多亿嘛 剩余的就是一些欧洲的这个小国家 或者是像巴西印度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有个关键的问题了 为什么美国降息之后啊 理论上会导致更多人去买美债呢 这个很简单啊 因为美国降息的意思呢 就是说从国内借钱 以及去国内存钱 它的这个利息呢 都下降了 那当美国利息高的时候 那当然是容易吸引到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资本呢 换成美元来存到美国银行嘛 你这样一来的话 美元是不是在全球市场 就容易升值 更值钱了 对不对 但如果说现在美元降息了 存银行的这个利息 是不是就变少 那么一些国际资本 原本存在美国银行里面的 这个钱是不是纷纷就要撤走 把美元给抛弃掉了 得换成其他的这个货币 或者说黄金去了 那美元是不是就贬值 那么你自己想 如果说 假设是我们一个中国投资者 是吧 假设在美元贬值的这个情况下 人民币升值的这个情况下 你再去买美债 是不是花同样一块钱的 这个人民币 可以买到更多的美债了 所以按照历史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呢 美元降息之后 美元贬值之后 通常是会增加 全球美债的这个持有的 但现在的这个结果 不光是说没有很多人 愿意来这个买这个美债 相反是三大债主 都开始抛美债了 这是什么操作呢 这里的原因呢 有这么几个 那第一个当然是 那像中日英 主要是一直到了 美国降息之后 在全球市场容易 是找到接盘下的这个时机嘛 这个时机比较好的 所以说根据这个需要的话 就抛掉一些美债 也合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日本这边抛美债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有个特殊原因 大家都知道 急切的想让这个日元升值啊 因为目前的话 就日元相较于美元的话 那贬值贬得很厉害 早些年 大家印象当中 就一美元 基本上就是一百日元嘛 这些年你再看的话 一美元什么 能换一百四十多日元了 最高的时候 一百六十多都有啊 日本贬值厉害的结果 就是说 美国人花同样的钱 到日本就可以买 很多的这个产品 相反日本人去美国买东西的话呢 就得付出更高的这个代价 对老百姓不利啊 当然这种情况 在我们中国也存在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希望呢 美元别升值的太厉害 我们也是希望 把自己的这个人民币呢 也能够升一点点 当然我们在对美的 这个汇率当中 一直控制的不错 没有什么太巨大的这个波动 那么抛美债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让日元 就可以让人民币呢 升值一些些 让美元呢 降下来一些些 因为你中日抛美债的话呢 往往是上百亿 甚至几百亿的在外 这个规模再往外抛的 你抛出去之后 通常是先换回来美元 然后呢 再把这个美元呢 换成这个本国的这个货币 那么这个呢 在全球市场的这个数据当中 啪一拉出来一看的话 人们会看到吗 居然有上百亿的这个美元 被换成了日元 居然说几百亿的这个美元 又被换成了人民币 又有几十亿的这个美元呢 被换成了英镑 大家一看 哎呀呀呀 这美元是不是不行了 很多人都欺美元而走了 是吧 就换其他货币去了 好 那我们也开始减值美元 对不对 换黄金去了 甚至买比特币去了 你这么一连锁反应的话 美元短期呢 它就不值钱了 然后人民币 日元相对来说就升值 那中日各自的这个目的 是不是就基本达到了 那当然我们中国这边是 从2022年的时候 就开始不断的这个抛美战 我们这边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 政治博弈的考虑的 因为美国举全国之力 这几年在打击我们 那我们肯定也得有所反击啊 你不光不买美战了 其实还抛美战 那这实际上 就是我们的反击手段之一 你关注我们有一个细节呢 南京的我看还是比较聪明的 我们也不是一直抛 长期来讲 趋势来讲是一直抛 但是偶尔呢 还会来那么几下 有没有发现 还会增持几十个亿 上百亿的美战 这中间还会买一些美战 你比方说 美国的那个财政部部长 耶伦不是经常来访华吗 我们一抛美战他就来 一抛美战就来嘛 他的意思就是说 别忘了抛我们美战了 搞得我们全球买家的话 对美国人都这个人心惶惶了 你们再多买一点 我们这个美战 帮我们稳定一下人心吧 好了 有的时候我们是无动于衷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象征性的 会再买入一点点 但买了的这个背后呢 就是需要美国方面 肯定是要给出一些 实质性的这个诚意的嘛 你达到我的这个要求 我才买力嘛 要不然谁当冤大头啊 是不是 你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呢 就其实起到了 牵制美国的作用 然后关于这个 抛售美战的话呢 这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我看很多网友也很关心啊 说中日把这个债 给抛出去之后 一般是谁来接盘 去买这个美战呢 谁是美战最大的 这个接盘响呢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可能会超乎所有人的 这个意料 打明面上接盘者 是巴西啊 沙特啊 或者像巴菲特这样的 美国本土的这个投资者啊 但你要真要说 最倒霉的这个接盘下 其实是美国的老百姓啊 因为美战这几年 在这个全球的信誉啊 实际上是在持续下降的 因为他目前的这个 常规操作 就是通过发行新债 来补这个旧债 遗留下来这个窟窿嘛 相当于是拆东墙 补西墙 信誉一旦到最后坏 到说美国财政部 都没地方去借钱的时候 他们通常下一步操作是什么 只能够让美联储啊 继续印钞票去了 印好钞票之后 你继续来买我的这个美债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 美联储是一个 私人银行俱乐部 但最终还是要听财政部的 美联储实际上 就被财政部打勾的嘛 对财政部让你印 你就必须印 不印也得印 好了 蒸发美元的这个后果呢 你们也都知道 继续加剧通货膨胀 钱不值钱 五甲上涨吧 那美国当局这一开 糟糕那个熟悉的 这个感觉又来了 然后继续加息 加不了就像现在这样 降息 美债撑不住了 就继续印钱 印钱之后发现通货膨胀 继续加息 再降息 在一轮一轮周而复时的 金融游戏当中呢 寡头财团的财富呢 越来越雄厚 但他们的钱 又不会平均分给 每一位美国底层的老百姓 最终上头的 这么一番折腾的话 终究还是有 每一个底层的 老百姓去买谈啊 这就是美债 背后的真相 也是美国这个国家呢 其中的一个 血淋淋的真相 你说呢 那是什么都在做的吗 美债 它的平均 它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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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美债 对我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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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来越越越的